孕婦被掳16小時 手機摳緊 密語脫困 如果你掛斷了 我可能永遠都打不出去了 電影保持通話 靠電話求救脫困的情節 在高雄真實上演 涉嫌掳人恐嚇的嫌犯 魏憲章 陳洪軒 沒料到被害人在車上 冷靜撥打手機 讓警方得知未知 被逮捕時一臉錯愕 小弟踹我肚子 叫小弟踹你肚子 我現在就流血 那救護車快到了 招魯的35歲陳姓女房仲 懷孕三個月 他今年5月介紹熟識的魏姓軍官 購買500多萬種古屋 軍官附訂86萬 之後因修繕費問題要求退訂 但協商破裂 軍官哥哥魏憲章 週二找朋友強壓婦人上車 他反抗還被狠踹肚子 嫌犯不理他下體勝血 還恐嚇 要欺負幫你換台 還給你吃一口肚子 並拿玩具槍 鐵棍 逼他簽下三張 共86萬的本票還不夠 又逼他還現金 不放他走 前天凌晨三點 後座兩名嫌犯下車 只剩婦人獨坐後座 他偷偷撥手機打110 可以載我到醫院 載我來這做什麼 籌錢熟人 你這部黑色兵士看來不錯 警方驚覺是綁架 警方根據手機訊號 鎖定嫌犯車輛位置 婦人假裝和客戶通話 你要買的房子在高雄大學 旁邊有網球場 警方聽懂密語 火速到場逮捕兩人 警方在車上起出改造手槍 囚犯和本票等證物 嫌犯辯稱是協調購物糾紛 否認B簽本票和控制行動自由 警方訊號人依妨害自由 傷害及恐嚇等罪嫌移送法辦 讓社會大眾知道 以後遇到四類的案件 被動這種方式 然後尋求生機 好機會就是尋求報案的廣告 動新聞 手機電力要撐夠久報導